这样的交情 既然有人一点点见懂 他来选台北实施 手上拎着和花妈成局的合照 前副总统吕秀莲非常不高兴 我相信他不会 但我跟你说 我有准备 如果你真的出来 我一定退选 但是我一定发表一篇文章 他会终身受伤 对吧 政治总会这样无情 吕秀莲 陈菊在美丽岛事件 一起被关押 可以说是同窗 政治路上也时常相挺 吕秀莲不满 他都表明要选了 还点名好姐妹来竞争 作何之心 不过一夜之间又马上变脸 花妈真的愿意选 她什么都不要跟我打个电话就好了 对不对 我一定礼让 互相伤害变成礼让好姐妹 还有更绝的 黑牢里面的滥友 讲一声才要选 我干脆做她总干事都可以 不过目前除了吕秀莲 表明要选的 没有花妈 只有她 大人的事 我真的不晓得 我该怎么回答 共处在一个求是 好几年 花两生都没有 他们的世界 传出民进党内不担忧 最强棒没有参选意愿 有意参选的 没有一面 可能和柯文哲 重启合作之路 同时也预计在下周三 会见吕摇两人 姚文智出现几率比较高 要是当真三强鼎立 预计比照桃园市长郑文灿 黑马模式 刚开始的时候 起步比较威艰 但是呢 我希望我们能够 在三组平衡下脱营 一个等待奇迹 一个创造话题 两位民进党人选 就怕没能当率 最强棒 积极喊话党中央 求关注 三组平衡下脱营 化妆会齐 谈不到